哈喽大家好我是Ta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之前看过我聊乔四一期视频的朋友 应该都有印象 就是我管乔四叫做万恶之源 至于为什么叫万恶之源 大概有两个理由 我都说过了 一个是新配色的开启 一个就是联名 第一次做乔丹正在联名 就是从乔四开始的 所以说今天咱们干脆就做一期 乔四联名的盘点 在视频开始之前 也要做一个小小的说明 就是本期视频只会跟大家分享 或介绍乔四的联名 不会聊到什么大学PE 我知道很多人想了解这个 大学PE 或者是一些球员的PE Sample 未发售的一些 乔丹自己做的一些Sample PE 以及那些超级限量的 门店限定的一些款式 这些都不在联名的范围内 我只会聊到联名 不然的话这期视频 可能要做个20分钟 因为乔四这种鞋款太多了 好了话不多说 咱们就马上开始吧 首先我们大概从2005年开始 2005年乔四第一次出现了联名 而且出现了两双 这两双到今天为止 依旧都是市面上可能炒卖家最高的 如果你还买得到的话 首先第一双就是AMNAM的乔四 那这双鞋也是为了庆祝当时AMNAM发售的新专辑 Encore 这双鞋的配色其实跟Encore的封面很相像 以深蓝色和灰色为主 配合一点点黑色和红色的点缀 这个蓝条的其实非常漂亮 但是整个鞋身的材质 其实跟当年发售的那些乔四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比较烂的材质 数量来说这双鞋应该非常稀有 当时并没有对外发售 只是给了一些亲友朋友 然后随和附送的会有一张 Slam Shady的卡片 这个就是AMNAM上面有钦签的一个卡片 还会有一个这个卡片的证书 来证明这个卡片是AMNAM钦签的 鞋身上面AMNAM的标志到没有很多 有两处比较有代表性的 第一处就是在鞋后跟 就是这个提手的地方 它有一个AMNAM还是Encore的logo 再一个就是在鞋舌里面 应该写Jordan的地方写了一个AMNAM 随鞋服送的除了一副原配的黑色鞋带以外 还有一副红色鞋带 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 当时觉得这个红色鞋带 是配这双鞋最好看的地方 我自己当然是没有这双鞋的 我只在鞋展见过实物 说句实话话 我并没有被实物所惊艳到 就我看到这双鞋 我第一次看到这双鞋的时候 我是觉得还蛮屌的 毕竟这么鲜亮这么稀有 但是并没有让我感觉就是 哇好棒那种感觉 因为毕竟0506那个批次的乔四是非常差的 就它材料什么的好不到哪去 然后鞋型做的也很一般 红色鞋带都是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Encore那张专辑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蛮喜欢的 对于我来说 不能算是我最喜欢的AMNAM专辑 但是里面有几首歌还是很经典的 对吧 这双鞋现在市面上 如果你能买得到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低于15万到20万人民币 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接下来第二双就是大名鼎鼎的 Andy Fillet联名了 这双鞋也是被很多人形容为 乔四神鞋 或者说乔四天花板 是不是 虽然这双鞋的数量非常稀少 只有72双 而且当时的发售方式也蛮特别的 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full size run 是拍卖 剩下一部分鞋是在店里面抽签 还有一部分就是送给各种朋友啊 什么的 整个鞋身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Andy Fillet 橄榄绿和橘色的一个组合 但是除了配色以外 其实本身这双鞋上面 并没有做太多Andy Fillet元素的东西啊 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 无非就是鞋舌上面 这个是一个砧板可以打开的 打开之后里面写着Jordan Rear Air 但这个也不是这双鞋独家的 还有就是比较常规的 像鞋舌里面啊 有Andy Fillet字样啊 再来就是这个鞋配套的包装 其实还蛮酷的 应该是有一个那种特殊特质的 Incase做的这个黑色的一个特殊盒 或者说一个特殊包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Andy Fillet乔四 其实还有一个sample的版本 然后那个版本的橄榄绿就更深一点 然后打开之后 底下这个粘袍的颜色也不太一样 还有就是我记得中底颜色不太一样 中底这个地方上面一条是黑的 至于说这双Andy Fillet乔四 现在市价大概多少呢 其实我也没有个概念了 因为基本上已经找不到了 尤其是全新的 我觉得如果保守点说的话 价格应该不会低于20万人民币 2006年乔四发售了一双火红的元年配色 但是跟元年配色有点小区别 就是在后跟做了一个小小的Spikely的logo 这个也是为了致敬当年Spikely 给乔四做广告这么一个概念 很多人觉得这就是跟Spikely的联名 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太多联名的元素 但是我还是把它放到榜单上了 因为毕竟Spikely它并不属于Jordan Brand 所以说你要叫它联名的话 也没什么毛病 这个火红配色 其实当年卖的还是挺好的 因为毕竟是火红配色第一次做复刻 但是由于这双鞋 我当年买到的时候 觉得质量实在太差了 所以说很快就出手掉了 同年其实Jordan Brand还做了另外一个 带Mars Blackman小logo的白蓝配色的乔四 我们叫做Motorsports 这个配色其实是不对外发售的 只送给乔丹摩托车队的队员 作为一个亲友限定了 这个鞋当年流出来的价格是非常离谱的 甚至要高过什么Undefeated M&M都要比他们贵 我记得当时在一辈人看到 拍出一双就要卖3万美金 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Motorsports大获复刻了 没有Spikely 没有Mars Blackman的logo 但即便如此 现在其实也很难在市面上找到2006年版本的Motorsports 如果你找到了 我相信这个价格也是绝对不便宜的 接下来这双鞋 我相信在年轻的朋友里面还是蛮流行的 或者说还是蛮有名的 就是2011年的这双乔四的DB Doybacker 我自己本人是一双DB的鞋都没有 我知道有很多人想看 但我真的没有 我自己并不买任何一双DB的鞋 我之前在视频或直播里面应该聊过原因 总之这是我当年对自己设的一个限制 所以说到现在我也不准备打破 即使我现在能够理解了 但是我也不会去买 但我从不否认很多DB鞋款的出色设计 我也不否认这些孩子们 他们的这些出色的想象力 就像很多DB的鞋款一样 这双鞋上面也是充满了各种设计元素 各种图案 各种花纹 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鞋舌上的这个Superman的logo 以及它在后跟做了一个 Mars Blackman形式的自己的一个剪影 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酷 以它的方式致敬了 相当于变相致敬了 我刚刚讲过06年的一个 Mars Blackman版本的乔思 当然也包括了像鞋底 用水晶底这种设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乔思第一次用水晶底 现在全新的一双DB4 如果是我的尺码 像是US10或者10.5的话 基本上是要卖到3万人民币 2万人民币到3万人民币左右 这么一个区间 2015年 也就是在2005年 MNM乔思发售的10年后 Jordan Brand又一次跟MNM 做了一个联名乔思 这一次是一个三方联名 包括了Carhart Carhart本身也是底特律的公司 整容级的配色是非常之低 是一个全黑的配色 配合一点点银色点缀 以及一个烟熏底 这个配色本身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黑色巧思 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还能看到一些小小的细节设计 比如说后跟 没有Jumpman 也没有Nike logo 而是一支上面写了一个E 另外一支就是一个面具 同时鞋车上面Jumpman的logo 下面不是Flight 而是写的Shady15 这个也是为了纪念Shady15 Shady Records 15周年 出的这么一张专辑 包括像后哥我刚刚提的小面具 其实就是专辑的封面 有一点像Flight 13里面面具 整容鞋鞋身的材料 其实用的都是Carhart非常标志性的材质 这种做工装裤那种布的材质 然后里面其实是皮的那一衬 如果没记错的话 没见过食物 这个鞋我没见过食物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当然大家可能很好奇 就是为什么 I amnam的联名都做的这么稀少 而且很多都是用来拍卖 价格都非常非常高 炒卖价当然就不用说了 这个鞋现在基本上也是要到 3万多美金 也就是说相当于20万 20万左右人民币这么一个价格 之所以I amnam要把他的联名做的这么限量 而且都是做拍卖形式的 就是为了能够筹善款 它不是为了挣钱 这些钱全部都会进入到 他自己的Foundation 他自己的基金会 叫做Marshall Matters Foundation 这些钱全部都会投回到 他自己的家乡 就是迪特律 接下来终于聊一些我有的联名了 到2017年COS的两双联名 这个在我乔斯视频里面 有多多少聊过一点点 首先出现的配色 就是灰色配色 而之后又发售了一个黑色配色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sample 没有发售的版本 在网上大家找得到 我把图片放到这边 而这个灰色配色 如果没记错到 刚开始是有一个中国发售 它是一个先行中国发售 再之后才是全世界的发售 我们这边只有一个店铺做抽签 量是非常稀少的 整双鞋的发售价也蛮高的 350美金 我不知道国内当年的发售价是多少 但是现在炒卖价的话 基本上可能要到大概3000刀 也就是说大概2万到3万人民币左右 这么一个区间 至于说材料材质 我个人觉得配得上联名 虽然说发售价非常高 鞋面用的是非常不错的这种麂皮 这是短毛麂皮 而在本身就是MASH的地方 这次全部变成了这种长毛麂皮 做了一点点这种分色的效果 深浅区分 原本乔斯上所有用TPO或用塑料的地方 在这双鞋上全部变成了皮 包括像小翅膀 对吧 前面这个鞋带孔 后跟的这个提手 包括后面整个QCounter 全部都是皮 鞋舌 包括中底 它全部都是用皮包起来的 所以从整个材质的应用上来说 还是很对得起联名这个概念的 配色上来说 我觉得忍者兼人智者兼智 因为这个配色 我说句实在话 如果不是说Cost 只是简单做出这么一个大灰鞋的话 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手中 这个还是受了很多联名光环影响的 鞋底是夜光底 里面也是有Cost 特别有名的这个手贴置在里面 整个内衬也都是全皮的 鞋舌里面原本放Jordan的字样地方 现在变成了Cost 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 就是其实它没有用皮鞋垫 这个真的是挺人心化的 因为皮鞋垫我不喜欢 就不舒服嘛 这还是普通的鞋垫 然后上面的图案其实也挺漂亮的 当然还有之后发售的黑色配色 我觉得也是做得不错的 跟灰色没什么区别 只是后来亮大一点点 然后也是被很多人 刚开始以为是个亲友版本 觉得很贵 结果后期的时候出现了之后 反而价格比较低 这个配色现在市面的价格 基本上在12000人民币 到15000人民币左右 接下来同一年 又一双M&M乔四发售了 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 Jordan Brand又一次重新发售了2005年那个 Encore版本的乔四 配色差不太多 蓝色有一点不一样 然后一些小细节 我就鞋垫上加了一些设计 加了一些M&M的logo什么的 总之这个鞋也是超级限量 还是走M&M自己这个慈善路线 只有23双 M&M的视频里面说 只有23双 其中有一双被乔丹本人拿走了 所以只有22双 这22双应该都是通过 StockX这个拍卖发售 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非常限量 配色什么差不太多 鞋型坐得更加拉垮 我在鞋展里看过这双鞋 我觉得就是 还行吧 这双鞋现在的市面流通价格 可能会比05年的M&M 还要再贵一点 因为量可能的确是很少 我看到了有人卖什么5万多美金 也就是说大概35万人民币左右 可能就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内 其实在国内鞋展 大家还是看得到的 国内真的是大佬很多 当然市面流通也绝对不止22双 肯定也是有很多什么亲友限定 亲友是吧 亲友 还有就是2017年很多人传闻 安得飞的乔斯要做一个回归 但是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发售 大家看到网上有些图片 然后现在也有市面流出来这些鞋 那个价格就更加离谱 十几万美金 就乱标价了已经 那个已经就是 然后我看到十鞋 拿过十鞋 我个人觉得就是跟 安库乔斯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什么态度的经验感 我觉得是不及05年的质感的 相传还有一批 安得飞的乔斯是给 Drake做的 当时为了挽留Drake还是怎么样的 反正这个故事 一会咱们会聊到Drake乔斯的时候 还会再聊那么一点点 但我了解的有限 希望了解更多的朋友 我知道内幕更多的朋友 可以在底下做一些补充 来到2018年 就要到Travis Scott乔斯发售的年份了 这双鞋其实的确是我自己 非常喜欢的一双乔斯 当然这个配色就是为了致敬 Travis Scott老家 休斯顿的石油人队这个配色 这个配色其实很经典 之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勒榜3在 休斯顿全明星期间 也出过一个版本 前段时间还复刻了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颜色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北卡兰 如果你想的话 其实是无所谓的 这个配色刚出的时候 就像我之前说的 没有太多关注度 而后期的时候 随着Travis Scott越来越有名 倒过越来越有名 导致于说他之前做的这些联名 也都变得有名了 这双鞋鞋 鞋型做的还是非常之烂 但是材料做的不错 我不止一次夸过 所以就不在这边多说这双鞋了 一些小细节给大家展示一下 比如说这只脚是一个刺绣的Air Jordan 这个细节做的蛮不错的 而另外一支的话 就是Travis Scott 再来就是有Cactus Jack的logo在后格 另外一支是非人标 亲友版本的全部都是Nike logo 如果没记错的话 关于Travis Scott的乔四 其实也出过好多个版本 亲友版本了 包括蓝色带勾的蓝色 还有就是紫色比较有名的 棕色其实都挺漂亮的 对 只是都没有对外发售而已 2018年还有另外一双乔四 也是一个没发售的亲友版本的联名了 这个就是为了庆祝Mark Wahlberg 他的汉堡店叫做Wahl Burgers 整双鞋就是一个以绿色为主的配色 配合着水晶底 然后鞋舌上有一个Wahl Burgers的logo 这个鞋现在价格也是挺贵的 如果要买的话 市面也是有流通的 有人在卖了 基本上可能要到两三万三四万美金 也就是说差不多对吧 20万十几万人民币左右 2018年还发售了里维斯的联名 这个也是在视频里面跟大家大概的说过 这个鞋做出来其实也蛮惊艳的 之前里维斯就跟乔丹做过一些联名 我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乔一中邦那个联名 这一次做的蓝色的最开始其实还挺炸的 尤其是网上很多人喜欢做Destress 做出来之后效果的确是非常好 细节方面全牛仔布的设计 包括中底 然后一个奶白色的前面 前面奶白色的橡胶 然后整个配合一点点这种Gump Soul的感觉 这双鞋的鞋带做的也很有意思 也是有这种牛仔布的感觉 但实际上它是做的这么一个颜色 然后上面涂了蜡的 所以摸起来的质感也还是不错的 之后应该是第二年的时候 里维斯又做了一个黑白色 我自己其实只有这个黑色 因为黑色当时比较好买 我记得是抽签中的这个黑色 白色就比较鲜亮一点 白色现在价格可能跟蓝色差不太多 基本上都是要到可能1000刀 也就是7000人民币左右 而黑色的话可能就只一半的价钱 接下来到2019年 2019年其实发售了一双乔四 Raptor猛龙配色 这个配色其实有点争议的 因为最开始流出的sample里面 在鞋舌部分是有Drake的签名的 所以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Drake的联名 而后来发售的版本 其实并没有Drake的联名 只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GR发售 应该也算是NRG的发售 但是量没有说特别少 基本上价格没有什么炒卖价了 而更有意思是隔了一年之后 又发售了一批Raptor配色的乔四 而这一批乔四下面是有Drake签名的 而这就要提到当年Drake要去阿里达斯这个故事了 本来是要去阿里达斯的 但是后来被Pushetti给Beef了 把他的这个丝生子给曝光了 结果后来反正到现在 跟Kanye跟Pushetti他们都在一直搞啊 各种Beef啊什么的 反正最后就是没去成 又回到了Jordan Brand 所以说呢 又重新发售了那个版本 配色本身我觉得做的没什么毛病 就是非常简单的朦胧配色 黑色紫色红色对吧 就是非常经典的朦胧配色 现在代签名的版本 市面的炒卖价也没有很高 基本上就是在 2000 3000左右人民币 没有什么炒卖价 这个在乔四联名的历史里面 应该算是 比较不及格的一个产品 但是2019年还有另外一个 现在炒得非常高的 并没有发售的一个Drake版本的乔四 这个其实跟Drake本身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跟OBO也没什么关系 只是这个配色当时是可能为它做的 还是怎么样 这个配色还蛮好看的 它其实是一个元年乔四的sample配色 并没有真正试售过 它跟普通的黑红乔四 或者黑水银乔四 有一点点小区别 区别就在于说中底 它是有不同的这种泼墨的感觉 这个鞋现在是很少见的 如果大家看到在网上卖的 基本上也就不会低于10万 20万人民币这样子 接下来2020年 我个人觉得发售了不错的乔四联名 而且什么Air做在后面 然后鞋舌做一些什么这种开放式的鞋舌 后面填充全部都去掉了 整个颜色做起来我是觉得挺好看的 只是现在的价格真的我觉得是不值当的 我觉得价格太高了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碰出这个鞋 炒卖价现在可能过万 1万多人民币 差不多这么一个价格 而且未来我觉得应该会比较稳定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要给视频做一个总结的话 就是我并不推荐任何一双鞋给大家 我知道大家很喜欢我做一些推荐视频 也有很多朋友私信过我 就是问能不能推荐一些联名的乔四给他 我今天讲的这一双鞋真的一双都不推荐 原因大概有几个 比如说第一比较早期的像05年或者是11年这些鞋 买回来你是绝对穿不了的 爆漆的爆漆 鞋面碎的鞋面碎 基本上是不可能再穿了 其次就是价格虚高 除了猛龙队或者说Drake那个配色以外 其他的配色都太贵了 而Drake那个配色说句实在话 即使原价以下我都不推荐大家买 真的是质量非常的差 最后就是其实不管哪一个版本的联名 大部分的其实我都见过15 并没有很惊艳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 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也还好 那你可能会问了 那我为什么还会买我这些乔四的联名呢 这些联名的确是我比较喜欢的 但是也是按照当时的价格我能够接受 如果按照今天现实的这个价格 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不缺钱 或者说你足够富裕来买这些鞋的话 那我也不推荐 因为我觉得有这个钱你可以买更好的 更不错的 更值得买的 我觉得比这些乔四的联名要强很多 我个人对于能不能穿还是比较讲究 比较在意的 所以说在我看来 通样的价钱 我绝对是去买那个还能穿的鞋 可能这个价位买回来的鞋 都有很大的属性 就是摆在家里 或者说展示给别人 让别人知道我有 但是如果所有的钱都只要换来一个 告诉别人我有 我觉得是不如能够有一点点实用性 买回来 我还能穿一穿 是不是 我还能穿出去让别人知道我有 我又想起了Snearcon 那个大哥花了 博一包他花了多少钱 买了2005年的I&M乔四上脚 他那一天我相信过得很爽 因为那一天我觉得整个鞋展的人看到他 都会觉得哇 对吧 但是第二天之后那个鞋就废了 我这个视频有什么意义 其实没什么意义 我大部分的视频都没什么意义 你要硬说一个意义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所知道的 或者说我所见过的 我所拥有的 让大家了解了之后 就会发现其实不过如此 对 好了再次感谢大家 我是Tan 咱们下期见 拜拜